骑士未免失败,豪华阵容将面临洗牌是不争的事实,可让球迷吃惊的是,骑士老板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和球队首冠功臣总经理大卫,格里芬旭曰,众所周知,骑士队的老板是吉尔伯特,但这只是从经济层面来讲,要从篮球层面来讲的话,骑士是勒布朗的球队,在球队内詹姆斯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很多媒体和球迷都觉得骑士老板这样干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不续于格里芬,詹姆斯当得知在这件事后,怒斥骑士老板不跟他商量就不续于格里芬,格里芬的出走骑士管理层注定也将洗牌,骑士球员方面,岳父是第一个被骑士摆上货架的球员,三巨头解散只是时间问题,球迷和媒体都一致认为,除了詹姆斯和欧文, 骑士其他球员都有可能将会被交易,不过这只是球迷和媒体的看法,据媒体跟对记者报道,骑士老板已经决定已两年1200万续约德龙,对于骑士老板的续约德龙,球迷和德龙本人都觉得很意外,毕竟大家都觉得德龙会被骑士队所抛弃, 德龙是在常规赛尾段被小牛裁掉,然后在詹姆斯的召唤下和骑士签下了26万的短合同,如今两年,1200万对于德龙来说这份合同让他很满意, 很多球迷都认为德龙会成为骑士季后赛的X因素,毕竟德龙曾经是那么的出色,也有丰富的季后赛经验,可是与愿违他在季后赛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防守端更是成为球队的漏洞,詹姆斯对德龙也是非常的失望,骑士输掉总决赛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球迷把德龙视为骑士输球的最沉, 为何骑士老板还要选择续约德龙而不是去找一名合格的防守好的替补空位,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有球迷认为骑士老板是要跟詹姆斯对着干,如果这样,本来就有传言说,詹姆斯回去胡人, 骑士老板在这样做,这是要把詹姆斯逼走的节奏呀,这时候魔术师估计在偷笑。